他们了 离婚了 孩子跟着谁 孩子跟着他爸爸 我不知道他把孩子带到哪里去了 我根本就找不着他们 孩子多大了 我有一对双胞胎 今年已经八岁了女儿 还有一个儿子六岁了 这么好的一家子怎么离了婚呢 有很多的原因 孩子三个孩子都跟着爸爸 因为他强烈要求 他强烈要求跟着他 那这就更奇怪了 法院判了三个孩子都跟着他 都没有闺女 那我这就更加可以揣测 你们离婚的原因了 那你今天告白的目的是什么 我知道我是对不起他们 你对不起谁 对不起孩子 你怎么对不起孩子了 对不起这个家 我很无奈 我只能闻我 处理 甚至于是不是 孩子有什么事情 不知道 或者你老公有没有事情 也不知道 请站到开启告白这门的恩 你准备用法律的武器是吗 主持人好 你好 大家晚上好 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晚上好 我叫李建伟 来自河北罢州 之前和刘梅丽是什么关系 不去关系 三个孩子在哪 三个孩子我带着 去哪 北京 你为什么不想让他见孩子 我没有不让他见孩子 我想问你 为什么带着孩子去北京 他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 不管怎么样他都有 大女儿 双胞胎其中的一个 对 什么时候查出来了 正月十一 是怎么发现的 有病情的反应是吧 大年 大年刚过完年 孩子 腿脚就走不动路了 我就到我们室里 带着他去发现血去了 结果呢大夫说呢 你这孩子呀 你去大的医院去检查 到正月初六的时候 我背着包 包着两个孩子 来到了北京 跑了 靠一家医院 拿点纸来 拿点纸来 我说 我的太夫有多严重啊 他说呢 这个呢 你就 你就先别问了 你先去写库 我给你写一条 他说 你先把那斜条板 跟那红细胞约览 不论如何 今天必须地 约上这两个 约上这两个的 其中一个 不然那孩子 明天孩子凶色 后果不堪设想 他说 孩子现在情况怎么样 孩子现在的 细胞什么的 全在一半往下了 还在 需要马上做一支 那你为什么 这么危急的病情 不让他们 可能知道 因为我当时 根本顾不上联系他 再说他就有男朋友 我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孩子没有想妈妈吗 想过 那你怎么跟他解释呢 我就说 你妈妈出去打工去了 等你病好了 妈妈就回来了 孩子现在知道了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你今天来干什么 今天就想跟他说清楚 以后不要再打入我们的生活 孩子虽然说生病了 我就是再苦再累 我也把孩子照顾好 我怕到时候会 见了孩子 对孩子对你 都是一种伤害 我知道 我是对不起他们 我希望让这个母亲 尽到她自己的 这个责任和义务 去帮帮你们 给你们做一点 最实际的一些家务 或者说看看孩子 减轻一点你的 这方面的负担 大家万众一心 来度过这个难关吧 先生我特别建议您 站在孩子的角度去考虑 尤其在这种 生死攸关的大病的时候 他多么需要母亲的爱 我觉得我们是时候 放下仇恨了 过去的暂时先放一放 然后我们先全心全意的 陪伴孩子 照顾孩子 我觉得这才是做父母 应该做的 而且兄弟 你现在自己心里最清楚 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 需要一个能全心全意 帮你来救这几个孩子 照顾三个孩子的人 这个人最佳的人选 就是他们的母亲 对吗 兄弟 因为我怕他见到孩子之后 把对孩子的病情 不稳定的造成伤害 毕竟我们现在分开这么长时间了 我觉得你很善良 包括现在这个位置 你又不想把已经 貌似已经脱离开 这个苦难圈的人 再拉进来 那是不是陈医师说 你对他还有感情吗 没有 当下最重的是孩子的病情 一切以病情好转为最大的目的 孩子住在祖堂里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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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